他为我们真切地描述了当时的人们看待世界的被动心态 三百年前,人类的思想还充斥着迷信和恐惧 水为什么往低处流,太阳为什么升起落下 这些今天看来简单之极的问题 在当时却是根本无法认识和把握的 直到艾萨克牛顿出现,人类才终于结束了这种状态 牛顿通过自己的伟大著作宣告了科学时代的来临 他告诉世人,自然界存在着规律,而且规律是能够被认识的 牛顿的发现给人类带来了从未有过的自信 曾经匍匐在上帝脚下的人类终于大胆地抬起头来 开始用自己理性的眼光打亮世界 但如果你真的让我选择一个人 我认为它必须是 Isaac Newton Newton, who gave us the idea 或是最终的意见, beyond all reasonable doubt that we live in a law-abiding, law-like universe and that paved the way for research through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以牛顿为代表的近代科学诞生以后 人类社会飞蜀发展 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 在资产业绩通知的不到100年间 所创造的生产力超过了亿万历史的综合 1687年发表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为牛顿赢得了巨大的荣誉 不久之后 牛顿就被选为英国最高的学术团体 英国皇家学会主席 欧洲的知识阶层认为 上帝创造了世界 而牛顿发现了上帝创造世界的方法 法国的一位学者 在读完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后 对牛顿几乎产生了 像对神一样的崇拜 他向每一个来自英国的人 打探牛顿的生活细节 他吃饭吗 喝水吗 睡觉吗 和烦人一样过日子吗 作为一名科学家 牛顿头上的光环 可以说放射出了 世界上最为绚丽的光芒 然而 对于他身上的那些 与英雄人物并不协调的弱点 除了专门的研究人员之外 其他人便知之不多了 I think it would be fair to say and there are many tales about him being difficult he had an argument with Hook who was another great scientist of the day and an argument about who thought up which idea first and the story one story is that he is supposed to to disliked Hook so much that he had all the portraits of Hook destroyed and so there are now we have four or five portraits of Newton but no portraits of Hook 1727年 牛顿去世 英国 以隆重的国葬仪式 将他安葬在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这里一向是 王公贵族的墓地 牛顿成为第一个 安息在此的科学家 初遍的那天 成千上万的 普通市民 涌向街头 为他送行 台观果的 是两位公爵 三位伯爵 和一位大法官 在教堂合唱的哀歌中 王公贵族 政府大臣 和文人学士们 一起向这位 科学巨人告别 目睹了牛顿藏礼的 法国思想家 福尔泰 为之深深感动 他感慨道 走进威斯敏斯特教堂 人们所瞻仰的 不是君王们的灵寝 而是国家 为感谢那些 为国增光的 最伟大人物 建立的纪念 这便是英国人民 对于财能和尊敬 整个社会 在向一个科学家 表达着由衷的敬意 这是一个国家 对于科学家的态度 也是一个国家 对于科学的态度 1765年 牛顿去世三十多年后 一种全新的蒸汽机 在瓦特的手中诞生了 瓦特发明的蒸汽机 不仅比原来的蒸汽机 少用大量的煤 而且使人类 从此开始拥有 自己创造的动力 而不再受制于大自然 后来人们把解决了 工业化核心问题的 瓦特蒸汽机 作为工业革命的标志 瓦特也被称为 工业革命之父 这是一个小的岸 变革并不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 一种能大大提高效率的 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出现了 原先由一个人 从头到尾完成的工作 被分解为专门的工序 每个工人只需完成 特定的一道工序 并不断重复 从十八世纪末开始 英国的各个行业 相继实行了工程化 短短几十年的时间 古老的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 思维方式 都在发生变化 整个英国 仿佛形成了一个 被源源不断的力量 推动着高速运转的链条 当蒸汽机启动了英国之后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 持续带动着这个链条 并最终将英国 推向称霸世界的顶峰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